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许了什么愿啊 不能说 说吗 不能说 说了就不留意 如果是跟我有关 告诉我也没关系啊 我许的是 我想给月争 一世荣华富贵 就这样啊 骗你的 我许的是 我要爱你一世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抢走了属于我的一切 你抢走了 住口 这儿你没事吧 我没事 思雨 你有什么事情 你冲着我来 冲我来好吗 来 小姐 冲林 我没事了 我们先走吧 你记住 我不希望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冲林 走 任月争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师兄 今天晚上可真热闹 我没了 这二十多年 第一次有人陪我过七夕节 我很开心啊 是因为我吗 师妹 我们还是应该跟大师兄 找时间把事情说明白 那么杜将军 是我跟大师兄的意思 要不要告诉二师姐他们 说了只会增加他们的困扰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守在他们身边 保护好他们 野生了 你先进去吧 去吧 我走了 去吧 谢寒白 你明知道我跟小师妹有婚约 你还来破坏我们 原先我以为你是可以信任的 让你照顾小师妹 一定会比我照顾得更好 可没想到 你为虎作长 对岳征都可以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 你违背了当初对我的承诺 我再也不会把清儿托付给你了 对岳征的事 你知不知道自己都干了什么 如果昨天晚上你说出了我的名字 会有什么后果 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所以你替她有一个地方 你还要 toma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来说这些的吗 我知道 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我的错 是我 辜负了你 你可以选择不辜负我呀 思雨 我 其实 我和你在一起真的背负了 太多的压力和责任 我感觉到我肩上的担子很重 我累了 可月中却带给我很多快乐 是我们把他带进了我们的阴谋里 有错的人是我 而不是他 那我又做错了什么 我知道 你为我做了很多 我也能理解 你对月中的恨意 但是我希望你今后别再冲动行事了 至少在月中面前 是不是注定了 我们三个人 要一辈子纠缠在一起 梁王爷 我们下达你 在你那里 有一对 我们下达你 你还不会再决定 有我们下达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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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对本宫的孝心 本宫全记在心上了 谢娘娘 杜小姐请留步 沈公公何事 杜小姐 皇后娘娘 让我来将这盒药膏还给你 娘娘留着用 无妨 娘娘已经吩咐太医们 照着这个药方子去制作了 谢谢杜小姐的药膏 沈公公见谅 我还要敢去练曲 少陪了 杜小姐请 这道路 我还得咬太医生 那么这才呢 一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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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心 没事吧 没事 来来来 快在这儿呢 小心啊 娘娘 快快抓住抓住 走走走 小心啊 别咬着 来人哪 快传太医 是 朝廷给你们高官后路 用你们的时候你们竟然说无药可用 正儿 非识不能 往娘娘恕罪 走开 朝廷 朝廷 朝廷怎么样了 凌儿 你先不要着急 我们还在想办法 朝廷中了什么毒 齐别王爷 王妃是中了金怪银丝蛇毒 凌儿 月征的伤势不易被半动啊 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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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征 怎么了 正儿中了蛇毒 月征 怎么回事啊 正儿中了蛇毒 来 让我看看 发生什么事了 月征 月征她怎么了 二师叔 快来救救正儿 正儿她中毒了 她逅迟了 少 trivial 安 董事双 朕儿他怎么样 我已经将舌毒 从她的体内逼入了经脉末端 你赶紧派人去把青儿找来 好 你们两个 每隔一个时辰 帮她向外逼一次毒血 月轩 跟我来 师叔 我能做些什么 老婆 岚 你千万不能有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 看来是有人做了手脚 娘娘 金冠银丝蛇 剧毒无比 这一次 梁王妃怕是死定了 死到未必 你别忘了 她的师父可是解毒高手 不过这一次 她少不了要吃点苦头了 这也算是替荀儿报了仇 沈公公 难为你了 居然知道用机关花枝来吸引毒蛇 娘娘 金冠银丝蛇在咱们京城很少有 但是在小人的老家可多着呢 我们那里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在家里从来不中机关花 不过娘娘 您说梁王爷会看破其中的端倪吗 看出端倪又能怎样 她只会认为是思雨所为 娘娘此计甚是高明 一石二鸟 不过 就怕思雨小姐知道了 会和娘娘产生戒弟 思雨那么恨月争 我这是在帮她 就算受些冤枉她也不会怪我的 而且荀儿将来乙中杜正安之处甚多 这次元月争死了最好 如果没死 也必定让凤鸣对杜家深恶痛绝 势不两立 娘娘高明 我一定会是想要是想要是想要 那是想要是想要是想要 再说明不想那些 这iamo可能是想要是想要做一些 我对的 师姐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王爷 你照顾小姐这么久累了吧 不如休息一下让我来 我没事 香公公 参见娘娘 你不好好照顾太子 鬼鬼祟祟的乱跑什么 没什么 来人 娘娘饶命 殿下听说梁王妃受伤了 让小人去打探一下她的伤势 母后切无动弄 儿臣 只是想得知月征伤势如何 别无他意 你父皇将你禁足 你怎么还没反省自己 你对别人善意相待 可却有人 心怀叵测 伺机而动啊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母后的骨心儿臣明白 可是 皇兄皇嫂是我们的家人 月征受伤 我若问都不问一声 不也是了手足情吗 与将来的相处也是不利的呀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想想怎样才能让你父皇消气 早日解除你的禁足 千秋受担 你身为太子不能出席 欠缺孝行不说 更不利于在臣民面前 重见威信哪 儿臣明白 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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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舍冬已经结了 为什么张儿还不醒 心脉见闻 相信很快就可以醒过来了 凤凌 郑儿已经脱险了 你去休息一下吧 是啊 你一直都没合眼 还是去睡会吧 郑儿还没醒我怎么都睡得着呢 不用管我了 你们去休息吧 我留下来照顾郑儿 走吧 好 郑儿 除了蛇毒 在郑儿的身上 还同时发现了机关花枝 机关花枝 金冠银丝蛇 专守机关花香气的吸引 不知为什么 岳征身上会沾染上机关花枝 这正是毒蛇 只要他一个人的原因 也就是说 郑儿中毒 是有人有意为之 老爷 老爷 夫人 小姐醒了 岳正 你再回忆一下 事情发生的经过 你不是要练武吗 怎么会去御花园呢 我练武时扭伤了脚 后来皇后娘娘说 让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就去了御花园 结果就被射药伤了 你脚扭伤了 还去什么御花园 当时擦了药 觉得没什么大碍了 擦了药 擦什么药 谁给你的 就是思雨随身带的药膏 专门活血化玉的 专门活血化玉的 是因为那天我对你说的话 才让你决心杀了岳正 你怎么确定是我 非要我说出来吗 思雨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过去你爹 对我和岳正的所作所为 我相信都和你无关 可是这次 你还想抵赖我 抵赖 你竟然这样说我 袁玉正是被毒蛇咬伤的 关我什么事 郑儿之所以会被毒蛇咬伤 是因为她身上 沾了机关花枝的味道 郑儿身上一项纸佩戴 香珠化香囊 机关花香是从何而来啊 我怎么知道 那我来告诉你 那天郑儿扭伤了脚 有个好心的人 拿了药膏给她吐 而机关花香 就掺在那个药膏里面 而那个给她药膏的人 就是你杜思雨吧 你应该庆幸 郑儿没事 她被救回来了 要不然的话 我将来绝对无法 面对你这个 心如毒蛇害我 失去真儿的人 我要来绝对 就发出了 冬孝浪 唐绝 就要这么做了 刻意想要做 我也能提起她的 如今 你也让莫名 啊 烟伤 他倒是成了你最好的等剑牌了 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了 他袁月珍不但夺走了你的人 还夺走了你的心 让你为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责难我 伤害我 好 今天 就算是我想要他的命又怎么办 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你再做出伤害蓁儿的事 我便和你恩断一绝 锋利 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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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brauchen 你 你 你 因为usanagg 王爷 正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才这么做的 他想透过此事 让你记恨杜家 从而举了我们联手的可能 王爷 只有你成为帝王 才能除掉这个歹毒的女人 王爷 将军 看来我是冤枉思雨 请你带我向思雨道歉吧 王爷 思雨的事你不用担心 眼下 最重要的是 要让太子出席皇上的寿宴 这一点 倒需要王爷鼎力促成 思雨啊 如果你没有让人看出 对袁月争的恨意 人家又怎么会有机可乘来陷害你 就算我让人看出了心思 那凤丽 也不能来冤枉我呀 傻孩子 你要明白 恨一个人不能表现出来 要放在心里 你明知王爷 现在对袁月争用情极深 你就更要对他是好 要对他好 你现在跟王爷较劲 是不治之举 你爹还要跟他联手呢 你现在 一定要跟王爷好好地相处 重新挽回他对你的心意 是啊 小姐 您别再伤心了 杏儿相信 你一定不会输给王妃的 举事在即 你要多关心王爷 只要成功 你跟他就有将来 到时候 还怕报不了袁月争这个仇吗 你我父子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传统一路 就是算他 你必须 你必须我 他对他 想什么 我 你说 他要有什么 你不得了 你这是干什么 父皇 儿臣有一事相求 以金官驾 儿臣想请求父皇宽佑太子取消禁足 你替徐儿求情 太子本来就是受人陷害 如今闭门思过已久 父皇 您千秋之喜 理当何家团圆才是 何况母后为了庆祝 封宿的事百般操持 如果收宴上没有太子 儿臣想必皇后会很伤心的 所以儿臣恳请父皇 能够允准儿臣所请 来 快起来 来 你能这样为父皇母后设侠 父皇很高兴 好 父皇答应你 蓁儿 怎么了 告诉你两件事 第一件 父皇已经答应赦免奉寻了 真的 太好了 这下我们大家都能开心了 那第二件事是什么 第二件 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走 我给这里取名腰月池 是我特意为你打造的 喜欢吗 我 我希望 你在这个腰月池里面能够 洗去所有烦恼 以后你跟我在一起 只有幸福快乐 你对我这么好 会把我宠坏的 让我来 我ент拥 一下 都这么来 在这里 你已经在那里面 抦上了 看看 这真是 什么时候 你带你 不是 你把我把你带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师兄 谢谢你能这样对我 从此我对你再无愧疚 死到临头还这么狂妄